有心不怕遲 看了兩集有心不怕遲 現在無論體能和年紀都不是問題 平時電視和電影經常見到CID和交通劇 他們的工作真是很有意義和挑戰性 我過了三十歲 遲了起步 又不知道做不做到呢? 嘩 伊慈Sir 你真是無處不在 都說有心不怕遲 況且我們警隊大部分工種都沒有年齡限制 如果你對CID和交通警察有興趣 不如看看師兄師姐怎樣說 Hello Leo 很久不見了 你現在住在哪個部門? 我現在去了CID 你去了交通嗎? 是呀 我現在在交通以外調查組 那麼久不見 讓我買杯飲料坐下來慢慢談 好 Louise 最近有沒有看警察招募組的有心不怕遲系列? 有呀 說那些過了三十歲才考警察 其實都不是問題 其實最重要都是看投考人的能力和價值觀 我上網見到有些年過三十的考生 他們都擔心就算成功投考警隊 都會因為年齡問題去不到自己心儀的部門 其實他們都不用太擔心 好像我和你一樣都是過了三十歲才加入警隊 現在你一樣可以去到我們自己喜歡的部門 那不如我們一起解答網民的問題 好呀 好像這個我就是問 怎樣才可以加入警隊不同的部門 好像我這樣 完成了學院的訓練之後 我就在軍裝巡邏小隊大概一年半 之後我就去了PTU PTU之後 剛巧交通部隊就請人 我自己又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申請 和成功通過了面試 然後我就加入了交通部 好似我這樣 在軍裝巡邏小隊裡面 累積了三年的前線經驗 在處理不同的案件時 培養了對刑事調查的興趣 其後 我亦主動申請調入刑事調查隊 得到上司的推薦 於是我就接受了刑徵的訓練 在畢業之後 我就正式成為刑徵的人員 可以警隊用人呢 都是才能先決 你不會受到任何年齡的限制 咦 這裡有人問 為什麼你們想加入CID和交通部 那好像我這樣 在調查的過程中 很多時候要鬥自鬥力 又要找出證據 一點都不沉悶 最重要是可以把犯人誠之於法 那我就很有滿足感 Louise 你呢 而我就覺得 希望可以透過交通意外的調查 為那些交通意外的受害者討回公佈 還有就是教育道路的使用者 讓他們可以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 就是這些意義咯 這裡有人問 連過三十星加入警隊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年齡或都說是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始終第一年就是一年 我同意 好像我這樣 CID的工作很忙 又要日夜顛倒 回復能力 一定不及年輕人 但是很多時候 跟報案人的溝通 他們會因為 我有社會的經驗 還有處事成熟 更加願意說他們的處境給我聽 沒錯 有時見到同事搬鐵馬或重夜的時候 的確年輕一點的同事 他們的體力比我們好 會起都比較快 但是在處理交通意外的時候 我們憑著以前的工作經驗 加上良好的溝通技巧 很多時候都可以很快 安撫到市民的情緒 也有助我評估到現場的情況 其實警隊一直都鼓勵健康的生活模式 下班之後做一下運動 保持健康的體魄 所以就算過了30歲 體能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還有啊 警隊的退休年齡已經延遲到60歲 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去心儀的部門工作 嘗試不同的工種 如果你想維護法紀 如果你想保護香港 請加入警隊 謹記 有心不怕遲